阿嬤你哪裡痠 你腰痠 這個好 這邊拿 肩膀捏一捏 腰揉一揉 也要幫阿嬤做工起水泡的手指按摩一下 痛啊 你沒有包絕對痛 會噴泡嗎 會噴泡 所以這都是要把它包起來 才不會破空 她工作回來有時候就是會腰痠背痛 甚至有時候會在工廠遇到不常心的事 就是幫她吹吹背 也給壓力 羽童讀國小四年級 跟姐姐都是阿嬤 扶養長大 好 感恩 好 從姐妹一出生 慈濟人就陪在她們身邊 我都把她認為是我的孩子 我先做好我自己 讓她看到我做了什麼 然後她會學 在讀金班的時候 她可以 現在可以當小班長 就是也可以當小老師 這個是新帥 第三名 那就是第三名 對 還有一個第四名 這是什麼 開朗 貼心 有羽童在的地方 常常能聽到笑聲 我們跟人家說話 沒有陷的 大家都好 都會找人家主導說話 主桌如果有什麼外面 我都會讓她去學 像現在拜五天賊金 拜了出生 如果有所謂的 有什麼 我都會讓她去學 兒童節快到了 問到兒童節想要的禮物或願望 羽童突然嚴肅 原本笑著的樣子 被認真篤定的眼神取而代之 沒有想要什麼禮物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快樂家庭 和溫暖的一個家庭 我就覺得很幸福了 我希望阿嬤就可以不要那麼辛苦 多開心 多微笑 生命中總有許多苦迎面而來 十一歲的羽童 懂得用愛跟笑容去擁抱她